好,完成完这个无线轮波的话,我们还是应该让它常规的操作的话,让它自动的滚起来,对吧 相当于在这个地方的话,还要自动滚动,自动轮波 自动轮波,好,自动轮波的话,我们就可以去搞一个东西,搞一个class 叫做一个autorscroll autorscroll的一个task 它去implement一下这个run 在这个里面的话,看一下,它就会有一个run方法 这个run方法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话,就要去执行这个任务 相当于自动轮波的话,其实就是 拿到我们这个单情的一个webpager 去see的一个单情的一个iterm 对应的这个iterm的话,应该是等于多少 相当于你加1就可以了吧,那你可以去gate一下这个单情的一个webpager 然后我把它加加之后,再去设置一下它,它就可以滚动过去了 这是这样的情况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再给它通转两个方法吧 比如说在这个地方,public 叫做一个vyd的start,相当于是开始轮波 还有的话就是一个public vyd的store,结束轮波 写下注释 开始轮波 好,这里的话是一个结束的轮波 好,结束轮波 开始轮波的话,你看 这整一块的话是一个任务对吧 是一个task 接下来我就只能把它发到我们这个hunter里面去 那在UiUture里面的话,我们就有一个方法了吧 posed这个task的safely 把这个task的话,其实就是单情的race 发给它就可以了吧 但这个时候发了之后,相当于我只可以执行一次吧 那我想的是,能够最好是递归起来是吧 最好递归起来的话,我们就要去用它另外一个方法 这个时候看一下 在这里面的话,相当于我们要去 你看,其实GateMainHunter的话 它除了一个posed的话 它这里面还有一个方法叫posed的一个delay 相当于它可以隐止多少秒去指一个事情 相当于我让它隐止 一会儿我让它再递归 这一块事情就搞定了 好,这里的话我们也去写一下吧 public safely的vyd post的task叫做delay 接下来的话 它这边接受一个task runable的一个task 接下来它一个delay的一个值 接下来就是gate的这个MainHunter 去posed的,然后是delay 对应的话是task 相当于这个参数了吧 这个参数改一下就可以了 它可以隐止去执行个任务 好,那我们来到这边再去让它隐止起来就可以了 好,这里去调一下这个方法 delay 那delay多少秒呢?我就让它两秒钟去隐止 一样,假如说 我这个时候去拿到这样的一个对象 去溜一下它 好,这个 它去start了一下 这个start了之后的话 你看它要干嘛呀 是不是隐止两秒走到这里来吧 对不对?隐止两秒走到这里来 是不是走完这一次它就没了 走完这次就完了 那相当于我要让它低轨起来的话 应该在结束的时候 相当于这个是结束 结束的时候又让它干嘛呀 再一次开始就可以了 相当于 好,再一次让它开始 好,那我就再去调一下它的 start的方法就可以了 这个start 调一下它的start 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之后的话你看 第一次它起来 起来之后的话相当于是走这个run 走这个run 起来之后的话 stop它是走这个run 现在是两秒钟之后它会走到 走到它之后相当于是切换 切换完了,再回来又走它 又隔两秒,又切换,又隔两秒,又切换 整一个低轨,对吧 好,这是我们运行起来看一下有没有效果 好,两秒钟 走了吧 动起来了,对吧 好,这动起来之后的话 比如说用户体育比较好的情况是 我这个按下去的时候还能让它动 不能让它动 这动起来,这个用户体育很好,很差 因为我按下去的时候其实我就想看它了 对吧 你还在给我跑 这不行 好,这时候stop一下 又要用另外一个 相当于是 在这个里面的话 你就要去remove一个task 相当于也是把这个类似传进来就可以了 我们去创集一下这个方法 在这边的话就相当于是 把它整合到一起吧 在这个地方 这个的话就是对应的一个移除任务 移除任务 好,这个时候的话把它改成一个runable 好,这这边是一个task 好,移除任务的话 其实在gate这个mainhunter里面 它有这样的一个remove callback 把它改成一个task 这个其实啥意思啥 就是你 其实我们把这个任务的话 其实最终的话 是发到主性成的一个hunter waste里面 去处理一样的概念 对吧 这个移除的话 相当于它就不处理了 相当于它里面的话 是不是有个对面 消息对面 消息对面 消息对面里面 去把对应的一个task 给它移除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是一个pendinghost runable 在这个消息对面里面 对吧 相当于是pending 因此去host 的一个task 把它给 这个移除 从这个消息对面里面移除就可以了 这就移除了之后 好,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要让它什么时候移除的话 我们就要去处理一下 那就是出 用户按下的触摸的时候 触摸的时候移除 这个自动轮播 任务 那就是说 我可以拿着这个pager 去设置这个 untask的一个 listener 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操作 controller show 比较off 在这里的话 就做一个拆分 那就是按下去的时候 才看事情 是吧 那就是拿着这个event 去gate一下这个x 事情拆分一下 对应了 写一下 那就是motion event event 里面的一个x 下面的一个tln 下面的一个d 对应的话 还有一个mo 和up 还有这个up 是否在这个dun的时候的话 我应该拿着这个东西 去掉maya store 一下就可以了 再写出来 叫store 好 这个它改成finder 好 这个抬起来的时候 对应了一个 再一次开启就可以了 start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运行起来 再看一下controller f11 好 自动轮播 我这个时候按下去了 抬起来 抬起来 它又滚了吧 对吧 这样一个情况 这个 提一下视频